刘洪君55岁 离异 现居福渝市大林自镇 和儿子一起做生意 年收入20万元左右 无社保 有住房子的女人 这家上两个人又是邻村 而且两人都收过粮 有同样的经历 洪娘决定让两个人见上一面 来了 咱拿着啥呀 拿着吃 这家来这呢 这家挺酷呀 这还有大收粮池的呢 可是小当年他家这也是干的啥 也是做卖 我那车可想不想 我那时候有这个车收粮池的 你开大姐是进啥收粮池的 她这地方是收粮池的 姐 坐啥车过来的 你好 我坐大巴车过来的 没开车呀 没有没有 咱上屋了 先给你介绍一下姐 这个是梁洪日梁大姐 这个是梁洪娟 刘大姐 你好 你好 咱们坐下 你这地方小月挺酷呀 我家宽着特别宽着 没少下工夫啊 农村过日子 在没有个宽着地方 那我不客气了 我先进了 那先进吧 我这会儿就要搭着他 走着看看我家屋 今天我也去着忙 也没打收拾 你这屋整个挺好 你这可以下房子 我家库房压花生的库房 你在原先也是收粮池的 刚刚把花生卖了 库房有点乱 没打收拾 嗯 这太行了 现在它库房吹在那放着 嗯 那行吧 反正是 这都是大姐 这家收粮 嗯 这边是收粮 早上我在家收粮的时候 收花生 大龙这块也没少来 是啊 哦 我家也 正街面这几家我都收 我家也收 十五六年了吧 花生 收花生去那个河东江西奈尔 嗯 赵远 赵远 赵远你也收过呀 收过 在这赵远种过地呢 在那啊 嗯 那对啊 那怎么样啊 那种地效益怎么样 还行吧 赠五十省赠二十多万 五十省 太行了吧 大哥 大姐的印象咋样 这眼不错 挺好的 挺好的 哎 我真挺想找的 玩家走一起 这戈花庙的时候 太完美了 你没给你感觉 大姐的印象 不行 嗯 她穿这个衣服 咧了吧唧 西装得分多大岁数 知道吧 像你年轻的漂亮小孩 穿西装 你那么大岁 穿的西装又不合理 拎那点瓜 我就瞅着 我就太寒酸了 你个人看了 那两个瓜 谁都拿不出手 那点玩意知道 她不如不满 空了手来 大哥对大姐印象挺好的 但是大姐呢 一来是觉得演员上差点 二来跟红娘当时 有了同样的误会 她以为香瓜 是给自己带的见面脸 但是后来 红娘问了大哥 大哥说 这瓜呀就是在村口碰见了 心思买几个尝尝 要买水果也不能 就拿这么点了 红娘帮着把这个误会解开以后 大姐觉得 那两个人还是应该再继续沟通沟通 了解了解看看 那你这是咋的 我这是离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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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离异了 对 我老公就是 还有说个小的 我和他俩离婚了 哦 我跟儿子过了 哦 他小小又生个孩子 我为了成全他 那你这最终里面还得归他 不归 不可能归不了 不可能不归 现在这是啥社会呀 一个老公养好俩人 一个女人还养好不了 那假话的呢 不对 人 人这个吧 人这个案子咋是 人不可能常常不老 你倒下那天 你儿子必须得把你放下 倒下又有儿子了 又生儿子了 对 又生 这小老又生儿子 我有倒下那天 我跟他过日子 我们这都不都他儿子去了 他儿子谁 他儿子是他老公那儿的 我们都不都共同为他服务的吗 不想想这个环节吗 他说得像你这个原因 以后还得恢复总统地下 心胸没有那么宽阔吧 说得心里不得劲 这不是没有度量吗 就是两人走到一起 他这个小长街头也没法过 俩人说到这儿啊 都觉得对方不太合适 大哥有点介意刘大姐的前夫 觉得刘大姐还会跟前夫复合 而刘大姐觉得 大哥看自己是利益的 就觉得自己会复合 度量太小了 因此两人决定留个联系方式 就当时认识了个朋友